訂貨日期的話根據什麼 根據這個這個裡面的資料 比如選哪一個資料 那個要跳哪一個日期對不對 那這裡的話呢這個公式 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會有個對照表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順便講一下 這一個清單的部分 資料驗證 這驗證呢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來源就是H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有個 H1到 H3這個範圍 那你可以給他就是說這個 資料驗證裡面的清單 你可以給幾個資料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給一個範圍 那 可是這種方式你會發現 這樣子放在這裡 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要放旁邊 本來這個消貨單很完整的 旁邊多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通常我們不會放這裡 那會放哪裡呢 比如說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另外再剪下來 剪下來可能再另外再開一個工作表 把這個 這個地方的 工作表 這剛剛的東西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範圍裡面 那這個比如說這裡面給他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郵件 這個郵件 這個這個給他一個一個工作表名稱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取 如果你把它轉移到這裡之後的話 那修後單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他會 這個地方點擊的話 現在就沒有效果了 對不對 所以資料驗證的地方呢就必須要改 你會發現這地方參考不到 那參考不到的話會會有這個這個 就會 很麻煩 那怎麼樣 可以把這裡面的資料帶過來 特別注意 如果你今天的那個 版本是2003的話 那 2003的這個來源參考不能跨工作表 他一定要在同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你2007以後的話可以跨工作表 不過你要自己打上去 那比如說我們這個範圍 這個位置是在郵件裡面的 比如說A2一直到A4好了 那我們這個地方加上去的方式就是在這個驗證裡面 這裡的話就自己要打上去 你選了也沒辦法選 因為他沒辦法跨工作表 你就必須要自己打上去郵件 然後呢驚嘆號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A2 到A4 你要自己key上去 不過這個好像也不是很人性 按確定說 這個時候點下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 跨工作表在2007 之後才可以 但這個方式 還不是很理想 一般的話 通常會怎麼樣 通常 我比較建議各位 可以用什麼 用公式裡面的什麼 就是叫做名稱管理員 名稱 定義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範圍 我就 給他一個 名稱 定義名稱 然後呢將來的話 說這個範圍 說這個範圍 就算